酒會在晚上八點就已經開始了 可以說是高頻館座 除了有粵劇界的人出席之外 還有很多社會言達、影視圈的紅星 都一起出席 大家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還有他們的一群徒弟 經過幾個月的奔波 重新展輯理由主的工作終於完成了 面對著這麼熱鬧的場面 大家都喜喜意識的 門艷芳、採員、董珠 他們的感覺如何呢 只是有點興奮 只是覺得滿心感受 有很多人問我 為甚麼你不拍李青照 你要拍李後主 我說我愛過故事 我不管哪一個主角是重要的 所以我也是一樣的 我愛過你 以前拍語片六、七萬一部 以為拍急四、十萬 拍得一部很好的戲 那個導演跟我的心境不是一樣的 他就要好像譬如一個宮殿 他要放很多柱很多柱 我就覺得不是 我要那個空間大 那你才覺得那個報警是龐大輝煌 像喝姐穿那些龍褲 那時候就真的花了很多錢去做報警 服裝、人 你未曾試過語片 有成一千幾百人一場戲 拍得一百二十幾萬 一搞下去拍得一百二十幾萬 是 東宮 大廣泉 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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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你呀我夢從花紅 從回花花太天愛 李智臣,這封詔書是你們大宋皇帝的遇筆,是嗎? 當然是! 李智臣! 李智臣,這封詔書是你,智臣! 李智臣,是嗎? 李智臣! 李智臣,是你! 李智臣! 李智臣! 李智臣,你是誰? 李智臣,你是誰? 李智臣,你敢向我放肆 李智臣! 李智臣,走! 推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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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在剪輯的過程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限制 因為二十幾年那套戲 獨立的對白聲帶 效果帶 音樂帶都沒有了 變成我們在原裝版本裏面 去錄了他的聲音來剪輯 所以變成就算林明良 重配音樂 都是變成很多限制在裏面 如果你已經按過聲音 就說一分鐘連尹姐和仙姐的對白都按 但是幸好 因為仙姐本身在二十幾年前 是這套戲的監製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保留原貌當中 出了什麼錯處的話 她自己都知道 變成在剪輯的過程裏面 她都有很大的參與 給了很多意見 減輕了我們很多的壓力 其實其中的過程 都有很多困難在這裏 那些電影 全部都是李又主持人 李又主持人 李又主持人 她要找一群舞女一起跳舞 所以我們恭賀她的生日 加了一首曲 所以我告訴仙姐 你找音樂就可以了 不用填詞 她又不行 枪頭在前一動 那兵人 鮮姐幕前演出之外 幕後也可以擔任監製 電影上映了二十二天 交房雖然破了紀錄 不過製作費實在太過龐大 收入都未保不到支出 跳舞 很差 不知為何一扮女生 總是有些東西要出錯 鏡頭一叫 整堆人出去跳 忽然走到中間 那怎麼辦 NG 我知道, 整班人從頭來過 很醜 是不是緊張了他們 阿爹呢 我當時只是負責接了一場舞 其餘的時間我就在旁邊看 我覺得我師父除了認真之外 他甚至上上下下的演員 他都肩負了 師父, 我們說過和服 和當時生與共 要死就大家一起死了 小竹, 我不忍心再連累你 你走 小竹 小竹 你開門啊 你呀, 知小 小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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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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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這麼大的製作 魚片是空前的 小樓多月 又東風 過過不瞎 無獨熱熱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